嗨,你好,我想我電腦有些問題 因為我電腦看是沒有畫面的,是黑色的 但你們是否看到我的 請進來的朋友留言給我,讓我知道你們進來 因為我在這裡看到就是黑媽媽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人看到的東西? 我看到是七黑一片,你們看到嗎? 是沒有東西的,是黑色的 好奇怪 有沒有人看到? 嗨,我想問你們是否看到的東西 有沒有畫面?還是是黑色的? OK,你們看到嗎? 嗨,你好 因為我這裡很奇怪,我的電腦還是... OK,很好,很好 OK,好的 OK,今天我們開始說了,好嗎? 我現在很快就先分享了 因為我今天是有重要的事情說的 今天會給平時小廢話的,恭喜大家 等一下,我先分享了,很快 OK,大家給我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OK 就... 我要說的就是我... 我... 我不會自殺的 OK 我的真名,中文名叫大子林 我因為宗教理由,我不會自殺 我有狗隻貓,我不會自殺 OK 所以如果我發生什麼事 所有聽到這個節目 看到這個節目的人作證 知道我是不會自殺的 OK 而且我這麼長時間以來 我一直不斷地讀很多東西 我還有很多課程未完成 我不會自殺的 OK 大家幫我作證 另外我要說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 大家睡不著覺 這麼長時間以來 大家壓力很大 很不開心 OK 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呢 我就... 做了這件事 如果大家看不到的帖子的話 我要在這裡放出來 OK 就是... 我們現在開始 每晚 如果是星期日 就是星期一至五 是晚上八點鐘 如果星期日 就是星期六日 下午三點鐘 我們會做聲音治療 OK 聲音治療 只要你是同路人 不管你是前還是後 你做什麼角色 什麼崗位不要緊 或者你是一個冷氣軍師 都沒有所謂 只要你是同路人 你都可以上來 我們一元都不會收 OK 上來休息 上來躺下 我們可以做的很少 但是我們盡量 用銅鑼 用縱撥 用聲音治療的方法 希望幫到大家 減輕一部分的壓力 令到大家可以睡得好些 這個是第二 想說的事情 那這件事就是... 但原諒我們 上來我們會需要看這個Facebook 因為我們真的要確定 你是我們的同路人 而不是藍絲 或者是警察 及其家屬 因為如果你是警察 及其家屬 和你是藍絲 你是撐警的話 我們不會招待你 那我們為了安全 如果是同路人 希望你們配合上來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Facebook 我們看 Facebook所分享的Post 是最好的證明 即是你是黃 還是你是藍 那你只要是黃的 歡迎你 你每天晚上來都沒有所謂 因為我想你們可以睡得好些 OK? 還有 香港現在經歷的是 史無前例的 人道災難 我待會兒會再說多一點 生哀中毒的事 但是 你們可以幫我分享 和你們的戰友 手足去說 我們的地方 在銅鑼灣 在百德新街 我們的WhatsApp電話是 61414555 歡迎你們上來休息 歡迎上來休息 我們有湯 去令到大家有個家的感覺 我們盡量做 我不知道我能撐多久 老實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要一天 還在這個地方 你們都隨時可以上來 OK? 我們盡量做 我也會盡量放些食物 在這裡給大家 OK? 如果你家人是藍絲 你家人跟你不合謂 或者你回到家 就會被人confront 被人吵 被人炸你的話 你當我們那裡是你家 我們不會嫌你天天上來 你儘管天天上來 OK? 但是如果上來 知道我那裡的地方很小 就是聲音治療那裡 只躲到八個位 所以你們先WhatsApp 說你會過來 OK? 你也不要介意上來 要給我一次看 OK? 你給我 即是我同事看 你的Facebook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是藍絲 你是鄉黑 你走上來 我們沒有查到 然後你睡著睡著 突然間拿把刀出來 捅死周邊的人 那怎麼辦呢? 對吧? 所以 如果是大家同路人的 原諒我們會這麼麻煩 所以要看你的Facebook OK? 但是 你明白我們要保障其他的手足 所以 拜託大家 幫我這個忙 第三件事我想說 就是 如果大家還是會長期駐守一個地方的話 或者多過一個地方 我很樂意做回我14年所做的事 就是煮飯給各位的朋友 我們的同路人 我們的手足 OK? 但是我會需要你們幫忙 我一個人做不到 就是我14年的時候 我們分派去金鐘、銅鑼灣、旺角 是有義工團隊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再做這件事 而你們是有時間的 那幫我們一起做 OK? 去照顧 去照顧 在前線 幫我們打保衛戰 加完保衛戰的 我們的 戰友 我們的手足 那 我們需要 除了人幫忙洗洗切切切之外 就是運輸方面 因為我知道現在這件事是很困難 第一我自己沒有開車 那 而且不可以是一個人的車 因為如果一個人的車 而那輛車被人截了 被警察截了 被人截了 我們的手足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們要分散的 OK? 那如果誰願意幫忙 我盡我能力出錢出來 如果到時我需要些什麼 我會跟大家說 你們可以 所以 我不知道 給 沒有 餵糠 對不起 給白佳 不過同時沒有白佳 不要緊 我打算 對 給我們那些券 去超級市場換 這件事我有經驗 因為2014年的時候 我們是要牛肉 叫牛肉 要菜就給菜 要米就給米 但後來有人跟我說 萬一 藍絲落毒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 突然間 仿然大 不是 這樣 所以 以後自己送 那時候因為 有二載司機幫我們 載東西下去 那就不用我自己跟車 因為我們知道 你煮了這麼多東西 你知道我們要洗腦 但是 如果願意幫忙的人 一起出聲 好嗎 我們一起做 最後 我想說 關於這個 生涯中毒 OK 我知道 是困惑的 但是 大家聽我說 如果你是有機會 會吸到催淚煙的話 OK 你現在 去找家庭醫生 跟他說 OK 可能不是你一向看的那個 但可能 我不知道 總之你找一個醫生 我希望在他們 還沒聽到這個節目 還沒知道我 這條路之前 就是跟他說 你是長期吃素 你蛋也不吃 然後叫他幫你打 維他命B12的針 OK 那這個學名 其實叫做 Hydroxychobalin OK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 維他命B12α 因為這一樣東西 是會跟生涯結合 成為B12的 你們就這樣吃 普通的B12是不行的 OK 是兩個名 我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我問了 在美國一個 做Emergency的醫生 OK 因為他們在美國 是會遇到一些 老婆想讀過老公 然後如果他是 送到進來 Emergency 然後他們會驗 發炎 因為他們的痕癢 例如 嘔 肌肉 無力 抽搐 如是等等 OK 然後他們會 拿頭髮去化炎 和尿液 都可以化炎 是兩種來的 我 我傳給大家聽 大家拿好指筆 OK 抱歉 抱歉 Hydroxycobalamin 就是我所說的 維他命B12α OK 這個寸法是 Hydroxycobalamin OK 它跟Sainai結合了 就會變成 Cyaninocobalamin OK 很長的名字 就變成真正 真正用到的B12 因為 現在我們是長期 就算你沒有上前線 你不是其中一位 手足也好 你都會吸到催淚煙 那打定 OK 你去找醫生 打一支B12的針 你問清楚它 是不是Hydroxycobalamin Sorry 我都讀不到 Hydroxycobalamin Hydroxycobalamin B12α B12α OK 如果一個醫生 確認是的話 就打 我現在都在工作 一些黃的醫生 我現在在找 但是我為了保護他們 我不會在節目裡 說他們的名字出來 我亦都對不起 但我都信不過 就這樣你們Facebook INBOX問我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的話 你可能 都是 你當上來做聲音治療 And again 我說了 我不會收錢就不會收錢 你不用怕 OK 你上來 然後我會看你Facebook 那我就確認你 你真的是黃還是假 OK 如果你真的想要 而我 就可以給你一些醫生的名字 那你就可以去打 因為那個劑量其實是很高的 OK 那你等一會 我先看看 就是如果是一個 suspected 或者known的 生癌中毒 那個recommended 的dosage 是要一個大人 大概5克的 我有問過我合作開的那些 廠 他們是說1mg 就是你要吃 你量審分5,000個 你才能夠去平衡 平衡 平衡 回中的那個毒素 而我剛才說 是第一個dosage 就是如果你去到第二個 那個dosage 最多要去到十個gram OK 那這些 還有重要的是 在香港是要醫生開治療 而如果醫生驗血患有B12 deficiency 因此是純素的人會有B12 deficiency 因為B12只有在動物組織上才有 植物是沒有的 是100-200mcg 如果一般打針是三個月至半年打一次 大家有需要就去打 因為山埃中毒是很長手尾 我最後要講的東西 跟山埃有關 之後我就會講一些跟歷史有關的東西 就是如果大家配合這件事 因為我們相信這個政權和它的爪牙 就是現在有份在前線 在傷害香港人的警察 狂放催淚彈 催淚煙 你們將所有的影片 你們這些技術都比我厲害 全部back up 了 扔上雲端 不要只保留在一個hard disk上 因為如果進入你屋搜查的話 是會連那些都沒有賣的 不要只保留在一個電腦上 而且也不要儲存在Facebook上 這麼簡單 因為它可以用指紋解鎖 進入去全部都剷掉了 帳戶都刪掉了 所以那些影片上雲端 然後把自己的名字 電話號碼 你要出去之前 如果你們要出去 做夢 要跟身邊的人說 有什麼事 至少大家知道 還有 真的避開不要一個人出去 因為昨晚 因為昨晚 我也有寫了出來 昨晚已經有人傳了 就是說他們是會 找一些落單的人 OK 然後在天台推落樓 當自殺 目的就是要製造恐慌 令人不敢出街 而找到之後 就說沒得查 就認為是自殺 沒有可疑 不要自己出街 OK 不環保也是這樣說 叫外賣 家裡放些乾糧 野食 日光日白 有人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才出去 我不是想製造恐慌 我是不想再有生命 犧牲 OK 我們要熬過這一關 我們這一關 更難熬過六四 六四的屠城 是一晚 但香港人現在已經熬了五個月 直至到昨晚 香港由六月以來的 毛頭公案 男私女私發現案 是去到二千三四百宗 不值得的 不值得為這個殺人的政權去付出你的生命 我現在以下要說的話 你們可能有人聽了會很不開心 然後說我是散水黨 我盡量 我希望我說到你們不要覺得我是散水黨 但我真的語中心長地跟你們說 沒有一個地方 包括你的母校 沒有一個地方 值得你以生命去守護 因為你們才是中共最害怕的 是人 是自由意志 而不是死物 你明不明白 大學被供進去 不要緊的 被全世界看著 你就當空城計 你明不明白 你們拼死守護 守著中大那晚 全世界看到的了 如果不是今天不會 默克內爾 McConnell 會有個大陸老婆 她都不會 之前一直不過不過 現在突然之間肯 肯排期 今個月之內 盡快過了她 因為全世界都看到了 已經 你們不要用生命去守住一個地方 因為 中共害怕的不是一棟大廈 不是一個大學 她可以 出解放軍 用炸彈炸了大學 大學最值錢的地方 是你們 你明不明白 是人 你們不要再送頭 不值 你明不明白 你們死去香港怎麼辦 你們留一條命 留一條命 等他們被清算 你相信我 都會等到的 OK 對於這個政權來說 死人無所謂的 你們記不記得西藏的喇嘛自焚 你們記不記得新疆發生什麼事 不是親眼看到都聽到都知道 對吧 你覺得他們在乎你們死 他們真的不在乎 而你們要做到的效果 你們要證明給世界看 你們要證明給世界看 已經證明了大家看到的了 全世界都看到的了 給少許時間 給事情發生 會發生的 OK 現在其實是 在等中美貿易戰簽了一份 就可以去馬 OK 大家不用灰心 不用覺得 Donald Trump是一個生意人 他不在乎 我告訴你 你跟別人談判 你最要緊的事情 被人抓住了 俗稱說抓住你什麼什麼的時候 你都不會馬上表露 你千萬不要傷害他 如果不是我 就什麼什麼 怎樣 老虎蟹都要扮 好啊 無所謂 你喜歡 這樣 你一定要拋浪頭 你跟別人談判 但是當他一過了之後 後續就來了 OK 大家這段時間 不要送頭 因為我們香港 跟大陸最大的分別 不是在於他很有錢 香港有沒有錢 他地方大 香港地方小 不是這些 而是他們會信他們的黨媒信 我們收了二千萬 真是殺個警察 而我們不會信 你明白嗎 是我們 是香港人的值錢 和可貴 這是他們最害怕的地方 因為我們會說真話 我們不會受門騙 我們不是他們可以化為漁民 你明白嗎 但是我今天才播過一條片 在我自己的Facebook 我一個分享一下 就是 有個女生 應該是網台女主持 拿著 受傷的 我們的前線手足的相片 在街上找一些自由行 給他們看 他們沒有見過的 那些相片 他們很相信的 然後他們會說 我有家 我有家庭的 我不方便的 我不知道的 我不理政治的 你明白嗎 我們香港人不是這樣 所以 那些學校 我明白是你們的家 我明白 但是如果你們都沒有了 那些學校 是一個空城 你當你是諸葛亮 擺一個空城計 引他們進去 然後他們進去的時候 全世界 看到他們犯下的是戰爭 罪行 我們在道德高地 我們沒有輸到的 你明白嗎 我知道我說的 你們未必會聽 我也有跟前線手足說 我也知道這件事很難 但是盡量 我希望你們 考慮一下 明白 他們不是因為一個 建築物 不是因為一個建築物 是因為我們的自由意志 他們受不了的 是我們的自由意志 我們不會受到門騙 我們反抗 這件事是他們最害怕的 你不要浪費時間 去跟藍絲爭 你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這個政權 本身是一個虛脅的政權 它的政權沒有合法性 沒有認受性 它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他們根據吸引力法則 它只會吸引一種頻率的人 就是底論很弱的人 什麼都跟錢有關的 你明白嗎 什麼都跟物質世界有關的 有錢便是爺 有奶便是糧 所以他們是這個頻率的人 而我們是超過他們的 你不要把自己的命 去捆 因為我們已經死了太多 被拘捕了太多 死了太多 我不是散水黨 我從2014年雨傘到現在 你們可以追蹤回 看回我的所說 我的言行 我始終如一 我沒有變過 我就算現在我的生意 我不要了 我做不到下去 我守不住也好 我也不會放棄你們 老實說 我的客人當中 大把 是藍絲 大把是傻 就是沒有概念發生什麼事 還在說什麼 阻礙他上班 阻礙他什麼 大把這些 你猜這麼關心健康的人 難道是那些二十幾歲 紅 紅毛有力的年輕人嗎 那當然是上了年紀 上了年紀 大把藍絲 大把是修成期 大把是 I don't care 你們阻礙我 那你覺得 這一場運動 對我來說 是否有很大的影響 一定是 我坦白跟你說是 OK 我早幾天 是做了一百九十二元生意 全入這一百九十二元 我整個月下來 我連管理費都不夠給 我連姐姐的薪金都不夠給 但我寧願不要生意 我都要保住你們 你明不明白 我跟我的同事說 我說 生意或者老闆有兩種 一種是 酒樓佬 就是 做不住 收拾了去 然後改名又再開過 遣散費都不給 只要生意跌少少 立即就 OK 然後 另一種 就是 士多 士多就是 整家人 一起 老媽在打麻將 兒子在家裡溫習 老爸去收錢 搬貨 這樣 他們如果請了伙計 那個伙計 請了一輩子 OK 我不是 叫你們不要出來 我是想你們放大 你們家 不只是 大學 而是整個香港 你們要留回 身體 打流水箭 流水作業 Be water 我們一直都有這個 這個共識 Be water 我知道你們不想被人捉 你們都是 萬不得已被人捉 賭 而受傷 但難道死了 那麼多人 還不夠嗎 那間學校 他要佔領 讓他佔領 讓全世界看到他犯下戰爭罪行 而我們 安全 是最重要 我們安全 才能有光復香港 OK 我不是 是 說現在要放棄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打游擊 不要死守一個地方 當年八九六四的時候 就是因為所有人 死守去天安門廣場 一晚就死了好幾千人 香港比六四更慘 現在捱五個月了 大家一定要保命 因為我們不是大陸人 我們不會相信黨媒 他們洗不到我們腦 你明白嗎 我們要靠你們去光復香港 千萬不要送頭 說真的 我不知道我要怎樣說 你們才 可以 考慮 整個香港 我們要守住整個香港 而不只是守住一間大學 當你們守得住整個香港的時候 你們就守得住大學 如果你守得住一個大學 而香港沒有了 因為年輕人 年輕人 有自由意志 膽敢反抗人都沒有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港珠 全部都是圍圍落落 就變成了現在的大陸 那你們是不是死得不明不白 已經犧牲了的手足 是不是就已經白死 如果你光復不了香港 他們的死是完全沒有意義 完全沒有價值的 你看看現在的大陸 有沒有人關心八九六四 沒有人關心的 他們甚至不相信發生過的 現在說西藏 他們說到是和平解放 根本就是強攻進去 我出了一個postcard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看到 我自己的page 就經常被facebook搞的 搞到我出了post也沒有人看到 因為你看到他有多少人 就被藍絲不斷報告 我猜是看不到 我的posts 如果你們可以自己進來裝一下 就是 西藏武裝叛亂情況簡報上的批語 是1959年2月18日 OK 毛澤東寫的 西藏越亂越好 可以鍛鍊軍隊 鍛鍊基本群眾 又為將來評判 為實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現在就是群眾鬥群眾 但如果你們都保不住 你們全部大吉利士全部犧牲 死了 剩下的就是港珠 就是去深圳飲喜茶 去深圳唱K 去深圳shopping玩 每天淘寶的那些 我們就真的變了大陸 你願不願意這樣 你不要搜一個地方 你搜整個香港行不行 我讀回沈旭暉寫的 讀給大家聽 然後我再把我的版本說給你們聽 溫固之身 事到如今 某方劇本已經很清晰 西藏1959年的止暴濟亂 毛主席講解得很精準 關鍵不是用政治方法濟亂 而是要造成群眾鬥群眾 很容易解決都小事化大 無法不可收拾 局面失控 越亂越好 先可以進一步 進行下一步 悲劇發生之後 藏人前朝貴族 阿佩阿旺俊美 和北京合作繼續自治 但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 在達蘭沙拉建立小西藏 其他原管制階級知識分子 一部分被鬥賭 從此全國 人民在西藏都賭果為恩 只知道暴亂和藏獨 西藏一國兩制的十七條協議 被廢止成為歷史文件 然後新西藏人 共享大西北榮耀 是中國一個大家庭 先鬥地主再鬥活佛 再搞文革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我三年前 在《花生台》的節目 《黨國笑談》中已經講過一段西藏歷史 我就是講十七條協議 如何有出版自由 有宗教自由 有集會自由 寺廟可以管理自己的財政 當時沒有人理會我 我講的時候 我是跟譚博士做的 但是當時我即使在自己的節目 《決戰中環》說也好 甚至蕭公子都覺得香港不會是西藏模式 因為他覺得 或者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就是西藏的價值在於他的硬件 例如他的寺廟 給觀光 然後 還有他的松草 紅景天 如是等等 還有布達拉宮裏面有很多寶藏 大家覺得香港不會的 畢竟那是1959年的市 然後現在是20幾年 還有我覺得 香港值錢的地方 香港價值在老共眼中 是我們的法治 我們這個自由貿易港 免稅港 還有我們的股票市場 我們的房地產 但我想提到的一件事 其實1959年 鬥西藏的那個政權 和現在在搞香港 或者我三年前說的時候 沒有人理我的時候 是同一個政權 他的手段是沒有變過 他在做同一樣的事 為什麼《送中惡法》 大家說不行 不行不行 大律師公會 甚至泛蘭的律師公會 跟著不同的商會 都出了聲之後 林鄭不管是要過 一百萬人二百萬人上街 照樣要恢復二讀 抗爭是沒有用當然有用 如果沒有用就已經過了 我知道 我明白 但是我講的是 你要保住這條命 才可以光復香港 如果不是到時候 剷了一夜 八九六四在香港上演 之後沒有人敢出來 剩下洗茶的港珠 就變成現在的大陸了 你現在是兩害相權 現在美國已經排了期 他說會盡快 怎樣都是這個月內 甚至可能是下個星期 打游擊 不是叫你不出 是打游擊 不要死去同一個地方 大家在做夢的時候 不要死去一個地方 我講西藏 我是對的 因為西藏模式 在同一個政權之下 她的確會搞香港 用同一個方法 即使你這條法例 是錯 她都不會走出來 馬上撤回派堂 想好大家 而是她會 推一班不想事的 明知自己 他人有機會做condom 但是她是不理的 OK 她都會在前線 你剛才說了 因為政權本身是一個虛脅的 底輪弱的政權 所以她會找回吸引過來的 就是底輪弱的 底輪弱的人是什麼 就是 你想像一下藍絲是怎樣的 你就明白 什麼都可以說錢的 包括現在 她看到那些手足 都說她是因為錢 一天一萬元 所以在前線 因為她腦子只有錢 她只有上班 賺錢 因為她們的頻率是這樣的 底輪的頻率就是跟生存有關 所以她在前線 那些警察執法的時候 她真的每次都上綱上線 她每次都覺得你要拿她的命 因為她是在一個底輪的模式 如果聽到我的節目 就知道我講默輪 底輪就是跟生存有關 跟食物有關 所以香港很多人 你不要以為什麼醫生 或者是上流社會的人士 言達 就一定是七輪貫通 不是的 她都是底輪主導的 很多都是 你看到那些今時今日 還在拍著喝什麼酒 吃什麼去哪裡旅行 就是底輪主導 但你看到那些社會言達 它就是底輪的光明面 所以它就可以享受 但是你看到現在前線那些警察 就是底輪的黑暗面 就是覺得有些人 全都想她死 大家都在威脅她的 你不明白嗎 她的生存 大家都針對她 她必須要保命 她不打死就是她死 全都是她想出來 因為她的底輪是 她的世界 你不明白嗎 所以 我有一些 我有個同事 她遲一職 她老公就是 我經常說那個 能量是歸波器工的人 她也是底輪很弱的 她就是 在她眼中 那些藍絲一定是為了錢的 其實她自己 即使她是黃也好 但她的邏輯 她想法的方向 或者她 建立出來的世界 她所見到的世界 都是這樣 都是錢 什麼都是錢 利益先 你要生存 你要生存 就是要資源 這就是他們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 你明白嗎 OK 而那時候 蔣介石 是一個 微輪主導的人 微心輪主導的人 所以她看的圖片就是 我怎樣可以 引起國際關注 要國際出手 OK 但你要明白 你要她出手 一定要燒到她那一疊的 那現在 你中環快閃 OK 影響到 美國在香港 英國在香港 八國 十幾國在香港僑民 效果是OK的 快閃是很OK的 全世界看著的 用空城計 不要送頭 你們死掉了 香港就變成了大陸 三十年之後 的小孩 年輕人 就不相信香港 曾經發生過 這麼漫長的抗爭 正如今時今日 大陸一說到西藏 西藏就是 藏獨 西藏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而是中共強攻進去 什麼叫藏獨 人家本來是獨的 本來是獨立的 她說到是和平解放 你明白嗎 如果你們死了 犧牲了 就沒有人捍衛香港 到時整個故事 就有大陸怎樣寫都可以 三十年之後 這幾個月就沒有存在過的了 你明白嗎 或者就變成了 我們是 搞事分子 我們是 收了哪個哪個錢 真相已經不再重要了 所以你們 無論如何 一定要留下這條命 守的是香港 你們才是我們 真正的資源 你們才是香港的精神所在 大陸人會不會反抗 不會 我們會 我們跟他們不同 不要跟我說 你是否中國人 Winnie Wain說得很好 The winner right history 我們不能輸 但我們不輸 現在我跟你們沒有分別 我只不過是說 策略上 你儘管擺個空城計 讓他踏入來 讓他自己 在全世界面前 說一個自己的粗口 你明白嗎 你讓他全世界看 你讓全世界見證著他的 惡行 保住一條命 如果不是 沒有人會記得發生什麼事 之後 我們所有的犧牲都不再重要 我講到這裏 最後我再講一次 我中文名叫大梓林 我不會自殺 我不會自殺 我要在這裏 和大家 堅持下去 如果我發生什麼事 我一定是被自殺 我的宗教不容許我自殺 我家裏有九隻貓 最小的那個只有五個月大 牠們沒有了我不行 我一定不會自殺 第二件事我要說 我重複回剛才說的項目 就是 想來 只要是同路人 我不管你有沒有出去做夢 我不管你只是做冷氣軍師 還是只是負責在家裡哭 看新聞很難過 我不在乎 只要你是同路人 你是黃絲 上來 做聲音治療 不用錢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是晚上八點 星期六日是下午三點 上來 需要你給我看 Facebook 給我看 我們真的會檢查 因為 我也是那句 如果不是 待會你在褲袋裡 戴著把刀 大家睡著 戴著眼罩 做聲音治療的時候 你拿刀出來捅大家怎麼辦 我要保障 每一個人的安全 所以 麻煩你上來 要給Facebook 給我們檢查 OK 第三 走去找醫生 打B12 的針 但B12 的名字 我剛才一直都讀不到 但我今天下集還未讀到 OK Hydroxocobalamin 這次讀到了 OK 不緊張就讀到了 就是 H Y D R O X O C O B A L A M I N 它是B12 Alpha 它和你身體裡面的生涯 會結合 變成維他命B12 就變成沒有毒性 OK 生涯中毒 是會令到內臟衰竭的 OK 還有 再說最後一個項目 我忘記說 就是 如果有吸過催淚煙 或者一直吸 我不管你是在家裡 射上來也好 還是你到外面吃到也好 OK 拔自己頭髮 入一個瓶 貼一個標籤 寫著日子 OK 這些你可以拿去化驗 下面呢 Hair follicle 那裡 下面的位置 是有DNA的 他也會檢查到你頭髮 OK 裡面 有多少的生涯合量 頭髮已經檢查到 我看很多美國的crime cases 很多是死了 下了肚子 撞了很多年 化了骨 都起出來 染頭髮 發現 是生涯中毒 而再判的 OK 只要光復到香港 這些全部都做到 OK 所以 前線的手足 拜託你們 守護的不只是學校 守護整個香港 我們不可以沒有你們 OK 最後 真的最後 你們 有沒有宗教信仰也好 OK 為所有犧牲了的手足 點蠟燭 就這樣買白色IKEA蠟燭 或者什麼牌子 我沒所謂 12元點IKEA 你不用光顧我 OK 因為我們的蠟燭 不是普通蠟燭 是麥倫蠟燭 來的 做法不同的 OK 你就這樣買最便宜的蠟燭 每晚 為過了生犧牲了的手足 我不管它是被扔下來 還是浮屍 還是因什麼事而離開我們 OK 由這場運動 6月9日至今 所有 為了香港而死的 所有都是我們的手足 為他們點蠟燭 為他們祈禱 你是天主教的 念天主經聖母經 基督教的 用你的方法 唱聖詩 念聖經 佛教的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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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每晚這樣做 然後 你心裡想著它們 或者你可以寫下去 一張紙 有他們的照片 都可以 那個蠟燭 由它點到圓為止 如果你等不到那麼長時間 你整熄它 不要催熄 催熄它 OK 因為如果催的話 那個祝福是散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這是一些魔法的東西 白魔法 將你的祝福凝聚 而不是吹散 OK 還有 我們要淨化 現在 整個香港覆蓋著 那個黑暗體 是這個共產政權的黑暗體 是透過光明 和愛 不是叫你去抱著那個警察 OK 你被打死都知道 是叫你抱著自己的手足 給愛給我們的手足 點蠟燭給已經離開了的手足 是用這種愛與光明 去對抗 這個邪惡政權的黑暗體 你聽到我現在沒有氣了 我全人沒有吃過東西 我都睡了兩三個小時 因為我每天一有Live 就看到沒有Live 我才去睡覺 我很上心 我很想為你們做多一點 如果我有些什麼我可以做到 你跟我說 OK 說到這裏 我們會盡快上Youtube 字幕之後才加 OK 大家保重 如果想上來做聲音治療的 WhatsApp61414555 跟我們一起聊 拜拜 拜拜 好